他本想考中央戏剧学院 却在父母的劝说下转而投考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 并以游异的成绩考入 大约的他参加了大学里举办的歌手大赛 并获得本科升部第二名的成绩 同年参加了研究升部歌手大赛并获得冠军 参加了KBS主办的Kpop世界清典中国赛区的歌唱比赛 并借韩剧拥抱太阳的月亮的插曲 时光倒流获得总冠军 被节目组的导演看中 之后被推荐签下了韩国的一家经纪公司 正式开始了自己韩国练习生的生活 在韩国正式出道 他就是张碧晨 之后由于韩方经纪公司屡屡违反合同被迫解约 张碧晨自爆在韩被虐经历 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各种看人眼色 身体还曾流下过严重内伤 2014年回国后的张碧晨参加了中国好声音3 他嗓子严重充血却依旧很练习 在现场他的声音里透着吃力 但却努力让自己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张碧晨这两年可谓是各大电视机主题曲的宠儿 堪称新生代女歌手的典范 如今更是哄遍歌坛的史上女神 之前张丽颖张丽晨同框 两人上演神同步 作为实力唱将的他 不仅人美歌豪 更重要的是衣品味真的非常棒 在歌手里面也是常常盛装出席 小编也是被惊艳到了 张碧晨一新红裙 像这样的颜色算是十分难驾驭的单品了 不够糟条不够白的话 很容易将人显得又矮又臃肿 张碧晨不仅选择了比较不会出色的基本款 而且不显得过于繁重 去掉了所有的配饰 一切从简反而很美 女神真美 张碧晨被称为歌坛禁语系女神 身穿红裙搭配高跟凉鞋的她 歌声比颜值更甜美 传达更是靓丽迷人 无论是三生三世纪丽桃花的主题曲梁梁 晶云智利的时光笔墨 还是花签谷主题曲年轮 嘴边一首都足以让张碧晨迅速提高知名度 人美歌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